一个整天偷懒的老师 每天上课都给学生放电影 就这样班级还考了全校第一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坏老师》 小黎任职教师刚一年 就因为要和自己的夫儿代男朋友结婚而辞了职 从学校一出来她就戴上了墨镜 抽烟 飙车 张狂的个性暴露无遗 本以为荣华富贵的生活终于要开始了 但男朋友当即对她提出要分开 原因是她花钱太厉害了 小黎一听就黑了脸 再加上对方母亲火上浇油 两人最终很不愉快地分了手 三个月后 没有收入的她只好重回教师岗位 在学校第一个遇见的就是同事艾美 看到落魄的小黎 艾美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大堆 但是小黎并不想搭理她 回校上课的第一天 小黎就在课堂上让学生们看电影了事 体育老师小罗多次对她示好 但都被她简单直接地拒绝 谁让小罗只是一个没什么收入的老师 艾美又来找小莉说话 对她的上课方式提了建议 但小莉对艾美的示好满脸抗拒 不久后 干净帅气的新教师阿特到来 小莉看到阿特满身的名牌后 就主动上去打招呼 为她引路 路上她套问阿特的个人情况 在了解到阿特喜欢前途后撬型的女生后 小莉马上到诊荣医院咨询丰胸手术 但昂贵的手术费让她不得不散事作罢 为了筹钱 她打电话问候了老爸奶奶还有前男友 撒谎讨好示弱均无果后 她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提不起进来 每天都靠放电影来应付 直到有一天 一个学生告诉她 学校的洗车活动可以募到数千美元 小莉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到校长室投校长所号 顺利地取代了艾美负责该项活动 洗车活动当天 她衣着清凉性感 在洗车时大秀身材 牢牢地吸引住了在场的所有男人 阿特也开车到来 小莉想邀请她一起喝点 还发出了暗示 但阿特觉得有点突然 并没有直接答应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莉继续在课堂上放电影 周连考已经近在眼前 看到艾美对学生的关心 她还对其他同事说艾美做作 艾美则在阿特面前说 小莉要做丰胸手术 这一下让她十分尴尬 两人之间的争斗 也从这时开始火药味十足 家长会上 她一开始对家长们十分敷衍冷淡 当有家长希望她多关注自家孩子 而给她送钱时 她意识到这是个来钱的好方法 于是她马上跟家长们热聊起来 并以个人家教的名义 收取补课费 她每天沉迷攒手术费 却不知道艾美和阿特越走越近 当阿特告诉小莉 自己已经爱上艾美时 她震惊又愤怒 假惺惺地告诉阿特 艾美接近你只是为了钱而已 事情已经发生了 亲情不爽的她 把体育老师小罗叫了出来 这时的两人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聊天 不知不觉中 她对小罗的态度在悄悄转变 果然自己说的话没什么作用 没过多久 阿特当众表白艾美 这也让她大受刺激 回家路上 她从其他同事口中了解到 周连考得分最高的班级 老师会得到大笔奖金 于是她开始对学生进行严厉的教学 但即便她再努力 也无法让学生马上变得优秀 于是她动起了歪脑筋 她假装记者接近试题负责人 恰要迷倒负责人后 成功窃取了考试答案 并且如愿获得了考试第一名的奖金 还预定了丰凶手术 随后她把涂了药的苹果 放在了艾美的桌子上 这让艾美的脸大面积过敏 于是她取代了艾美 和阿特一起外出参加活动 艾美则找机会撬开小丽的办公桌 发现了她窃取考试答案的秘密 尚不知道的小丽 成功和阿特搞在了一起 还打电话通知艾美 在校外活动的时候 学生盖瑞特表白失败 被学生嘲笑是失败者 小丽主动劝她归队 虽然没有说什么好话 但是很客观地说明了 她和那个女孩之间的差距 并告诉她好好努力 考上大学她就有机会了 不仅如此 小丽还当众帮她撒谎 让盖瑞特重新得到了 其他男生的认可 艾美这时来揭穿她考试作弊 还有和阿特之间的行为 让她等着明天 接受校长和督导的调查 于是在开调查会前 为了堵住关键证人的嘴 她让自己的合租室友 去威胁事体负责人 这让负责人不得不改口 帮她起托罪名 不仅如此 她还发现了自己的课桌 被艾美调换了 冷静的小丽 故意透露学校里有老师课药 顺水推舟 让警察查到了艾美的头上 倒霉的艾美最后被调离了学校 这个时候 阿特转头开始向她示好 但是小丽拒绝了她 小丽主动去找了体育老师小罗 在言谈间她发现 这个男人的态度一如既往 完全接纳包容她的所有缺点 并且鼓励她 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虽然小罗不符合 自己之前的择偶标准 但其实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爱情 于是她和小罗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成为了学生的指导顾问 虽然在知识传授上多有不足 但她会把糟糕的事实说出来 然后在泥潭中拉你一把 她坏在道德不设限 但是她不危险 就算再嚣张 也不过是个大虎妞 正因为她没有太多条条框框 才能真正与学生共鸣 而这一点 也是许多优秀老师所不及的 也不过是个大虎妞 也不过是个大虎妞